在今天 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了 溫度的降幅可是非常的明顯 到了今天下午的時候 淡水的溫度已經接近10度了 溫度的狀況會隨著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還會再下降些 要提醒您穿著方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保暖 家中有長輩朋友們 一定也要特別注意他們的身體 我們就來看一下 明天週休假期 許多朋友準備要採買年貨 許多朋友準備要大掃除的 天氣狀況了 寒冷的天氣要持續到禮拜二 尤其最冷的時刻 在週休假期的清晨的時候 溫度都偏低 低溫的部分會在10度上下 要提醒您穿著方面 要特別的留意 但是乾燥的冷空氣 預估在明天的早上 就要開始接近到台灣上空了 所以全台灣各地是天氣晴朗 雲層量只有在北部跟東半部 比較偏多 但是隨著西北風的進來 有一些境外移入的污染物 也會到我們台灣上空了 再加上中南部本身的風向的關係 整個污染的排放量來說 沒有辦法很快的擴散掉 所以在空氣品質方面來說 明天會比較偏差一些 後天的空氣品質 才會略微的轉好一點 但是陣風的部分 也隨著強盛的東北風下來 又達到9級的陣風 要提醒海邊乘盛的朋友 騎車要小心了 但你一定想要高山 高山天氣晴朗 不會下雪 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在今天的時候 整個中部以北雲量多 但你注意 北邊的雲帶 已經正在逐漸的消散了 而且北方的雲階的現象 也很明顯的出現了 雲階就代表冷空氣的首相 西北風整個由北往南 快速的下來 今天晚上整個乾燥的冷空氣 一進到台灣上空 明天的清晨在中部以北海岸線部分 就會降到10度的低溫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天氣寒冷 中部以北全部都只有在 11到10度的低溫 而明天白天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雲亮多 中南部天氣晴朗 在外島地區的馬祖的低溫 可就降到8到7度 在金門也只有11度 小滴 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是天氣寒冷 穿著方面要注意保暖 沿海陣風偏強 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特別小心